我们家的这个养生柜 就是我的大金库 等一下 谁会把林姿放在家里面 原来生病不是只有吃药的这个选项 还有透过吃营养品的方式 让自己身体从底层来开始变健康 你们好我是艾琳 今天这一集呢 就是要来跟大家开箱 我的养生柜 也是我们家的大金库 真的 我很好奇了 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随时保持健康 每次就是我们在拍植物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很好奇说 我们到底这后面到底是什么 然后后来我最近陆续又有收到 就是有一些艾琳问我说 为什么好像看我就是算工作很忙 但是呢又每天可以神采奕奕 然后精神很好看起来也没有累到生病 然后我就说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养生柜 大概是2020年左右开始接触自然医学 我真的跟大家分享 自从我接触自然医学之后 到现在我已经有超过三年 我没有看任何医生吃成药果 我就用我自己的养生柜的东西 然后再休息一个可能躺一下 我就可以好了 所以我觉得不用再去跑医院之后 生活品质整个大提升 那我也不是说生病不要去看医生 不是 是我为了达到这个状态 其实我看了非常多的事 平常就要保养身体 对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因为我现在比较用功能医学 就是说用补充营养的方式来维持健康 而不是吃药的方式 我就要知道说我现在什么状况 我必须要吃什么 我不是盲目的就是说 哦看到什么电视台卖药的 或者是保健食品的广告 好我就买 不是而是我很清楚的了解说 哪一个的营养素对应到我现在需要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所以我为什么不用去看医生 是因为我让我自己在身体变得很差很差 不得了要去看医生之前 我就可以先把自己身体谈好 那你推荐大家几本书吧 我觉得入门的话蛮推荐这三本的耶 陈俊医医师的书我说非常多本 非常推荐大家 然后还有刘伯仁医师也是功能医学书 然后还有这个是更底层的就是真元医 这个已经畅销好几年以上了 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说我2020年的时候 其实我家人生病的很严重 因为我家人就会痛到受不了 所以我们一下子看这边 一下看肠胃科 然后一下子要去告核磁共振什么的 也会有那种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感觉 后来当时有个长辈的朋友 他就有推荐我去看一个 就是好像是在信义区那边的一个诊所 它是自费的诊所不便宜哦 但是它里面的医生开药全部都是开营养品 鱼油啊然后还有干还有什么月见草油 Omega什么的 我们那时候看完一次大概是花大概六七千块吧 因为呢它里面的一整个礼拜的那个药包 它不是装西药 全部都是装这个状况需要的营养品 当然也是我家人大概吃一个礼拜之后 有明显的改善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生病不是只有吃药的这个选项 还有透过吃营养品的方式 让自己身体从底层来开始变健康 所以这几年下来就演变成我们家的这个养生柜 就是我的大金库 我就先从上面的开始介绍切好了 上面的话主要是摆一些是古物 像我们家呢从2021年以后就没有再买过白米 我们全部都是吃的是糙米 配芽米或者是五湖米 所以像我的这边啊这个是十股饭 然后还有鹰嘴豆 然后还有最近我很喜欢买这种 就是可以自己去自由配的那种 哦这是黑米耶 它里面不止黑米 它里面有超多好像配了五种还是十种在里面 就是可以自己DIY 那为什么不吃白米 是因为读完书之后发现说 白米就是把所有米最营养的东西 都把它去掉之后留下来的好吃的东西 那我自己觉得说 我可以把这些十股米也做的很好吃 我就不需要吃白米 然后呢 因为有吃米有时候还是会想要疗愈一下 所以我就会去日本买一些就是 炊饭的料 就是大干贝 然后里面就是直接跟米一起煮 就是我大概在日本买了两三个 然后再来这边呢 你看这边有林芝 我有时候会泡林芝茶 等一下 谁会把林芝放在家里面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们家有林芝 他那时候是给我塑胶袋 我当然找个东西放啊 然后我就会泡热水 然后变成林芝茶冲开来喝 然后除了林芝之外 你看这边还有花旗参 然后还有黄旗 还有红梨米 然后还有这种十股粉 因为有时候来不及煮的话 我就会用像我长期有在团的啃宝的十股饮 那我就会把它加在那个豆浆啊 或者是牛奶里面一起打来喝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哪一个部分更详细的话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今天很快的带过 因为我的这个宝物实在太多了 然后接下来到这边 这一区有点像是我几乎每天都会 一定会吃的这个区域 所以把它放在最上面 那早上的话我就会吃B群的胶囊 然后这是晚上吃的 就可以帮助入睡的胶囊 然后还有睡眠品质 然后我觉得一个很喜欢的就是这种 款式型的维他命C 维他命C大家不陌生 就是在外面都可以买到非常便宜的维他命C粉 但是维他命C它是水溶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喝水啊 或者是身体吸收掉之后就排掉了 但是呢 它这种缓释8小时慢慢出来的 就会一直在体内里面释放维生素性 就长时间都可以补充 对长时间补充 不会就是吃完马上就代谢掉了这样子 然后维他命C呢 它很适合搭配B群一起去食用 它可以帮助其他的饮料品 在消化吸收的时候更有用 所以呢 像是我早上也会吃胶原蛋白 像胶原蛋白就要搭配维生素C 因为胶原蛋白比较贵嘛 然后你有这个维生素C 它的效果就upup加成 然后这边的话 有时候就是我早餐会来不及吃 那我有时候会喝一下这个防蛋生酮饮 之前我在断食餐的时候那边也有分享到 他原本是拿来做断食 但是有时候早上喝这一包就可以饱了 然后这个呢就是康普茶 它也是就可以增进代谢 还有促进消化吸收 我跟大家分享促进消化吸收的系列大概有N种 然后我会看不同的状况 不同的情况来选择要喝什么 爱妮其实非常注重肠胃消化 对 因为肠道真的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 你看我们从出生到现在 三餐都没有停的一直在进食 不管是吃太多营养 肠道不健康的话 吸收不进去也没有用 然后讲到肠道健康 我非常推荐给大家 是这个点生活的百种蔬果发酵液 然后呢这个发酵液 我也试过然后有团过不少 然后我最后觉得说 它的这个百种蔬果发酵液 真的是最全面性 然后CP值最高 它里面有100种以上的成分 然后不加一滴水发酵5年 所以我们的时候会看营养师说 其实吃的健康 三餐吃的均衡就好 那不一定要吃这么多保健品 可是我其实就会觉得说 如果说我可以 在家里三餐都吃的很好 当然是最好 有时候就真的是 因为工作或者是出差的关系 没有办法就是 帮自己准备好好吃的食物 然后这时候我只要有这个 一罐在家里我就会很安心 不管是加水就可以喝 还可以加在优肉炉里面 或者是加到气泡水 它的那个适用性都非常的多 然后一年我只会开两次团购 然后现在呢也有开团 所以如果说你们有看到熟悉的 又回来的话 就可以趁这个时候买 而且这个小朋友也可以喝 就稀释加水喝就好 然后给大家看 我不只是那边是养生柜 这边也都是养生柜 我还有给小朋友的 蔬果青菜的酵素洞 这是我之后会跟优活联名开发的 给挑食宝宝吃的蔬果洞 他们都只吃淀粉 然后不吃青菜的时候 我们也会很困扰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用这个 蔬果青菜洞 打开一个看一下 因为小朋友的健康 也是妈妈的守备范围 他们除了这种蔬果洞之外 Yuki跟Kenny 他们都会自己来拿益生菌吃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哇 家里有一个 懂自然医学 懂养生的妈妈 真的是全家人的救星 而且我们的小朋友 他们绝对不会在家里面找到零食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满自豪一点 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 他去Saven或者去超市 他们不会去拿糖果饼干 或者是洋芋片 就是因为我们家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让他们可以吃 像这个 就是也是我团购很久的威德的益生菌 他们就会自己来拿益生菌说 爸爸爸爸帮我开 他们就是也养成了 就是说平常吃这些东西就是很习惯 然后也不会排斥 而不是说好像有生病才吃 这些就是保养 然后这边也会有一些盖 然后还有这种苦瓜生态 然后像是苦瓜的话 就是我觉得平常也是我比较少买 比较难摄取的那种山苦瓜 像是阻碍淀粉吸收 就让淀粉不要吸收的这么快 所以就是可以增进代谢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然后这边也很精彩 然后这两个也是我最近很喜欢的红豆水艺人水 我前一阵子因为坐着的时间太长 工作太多 一直都觉得脚很酸 然后怎么去按摩都没有用 后来我就是喝这个红豆水艺人水 因为自己煮实在太麻烦了 然后这样子的粉 然后我就会把它加到它的杯子里面 然后加水摇一摇 然后我那一次就是一个红豆一个艺人 整个这样子combo下来 就很明显感到说 哦我觉得我刚刚去上厕所的 不是只是我喝的水 还有我其他的那个身体里面的水 如果带你去喝了三四天吧 然后那种需要抬脚的那感觉就好了很多 然后就还有认识到他们其他的很厉害的产品 然后像这几个呢也是我最近呢 会跟他们做科学研究的那一种 是真的是研究型的去看说 诶不管是斑点啊然后皱纹啊是否真的是会变少的那一种 然后这个呢之后也会跟大家开团 所以可以敬请期待 然后像这两个 这也是我老板朋友推荐给我的 因为他们家原本是做罕见疾病的药厂 然后也有出保健食品 这个是瘦瘦的益生菌 就它也是可以阻碍淀粉吸收的那个益生菌 然后这个呢我就是觉得超有感的 它是吃美白的 我跟大家分享因为现在是秋冬了 很多人觉得说秋冬不用美白自然会白 但是就是因为秋冬才更要吃美白 就是赶快把那个白养起来 因为夏天吃的美白都晒回来了 我那时候连续吃的时候 真的很多人都说 诶我怎么感觉变白了 原来不是我的错觉是真的有变白 之后会开团的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先加入我们的养生吃货群 然后呢还有这边有疗愈的饮品 就是我们的Aquaable的美颜影 这个他们是同一家 因为这里面的成分只有胶原蛋白 这个美颜影里面的成分 就还有其他的维生素C啊 骨光甘钛啊 还有白梨乳醇 最适合就是急救用 比如说要去拍艺术照啊 啊证件照婚纱啊 或者是喜宴的这种 就直接食品连续喝喝完 你就觉得说 哇整个的气色好上一圈 而且是那种由内而外的 不是在外面这样 扑扑扑扑扑很多的 我现在所有的影片 我的底妆都只有上薄薄的一层 每个人都会说感觉我气色很好 真的是由内而外 比外面那些抹的一堆还要重要 而且这才是真的 健康又省钱 所以我大概也有快三年没有去医美 我们2020年结婚的时候我去凤凰电波 那个就是我最后一次去做医美 那时候凤凰电波打下来也要隔13万 老婆吃你尽量吃 对 有没有 吃 尽量吃 13万跟15万我这边可以换好几轮 而且它不是只有美而已 而且我还可以健康 这个是我后来为什么所有的 医美的合作的邀约我全部都拒绝掉 因为我觉得我以其去推荐我的观众 就是说你们去哪边打医美 可以漂亮一下子 可是那个钱还不如花在让自己健康 还可以美 然后还有钙 钙也很重要 就是一些威德的那个柠檬酸钙 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失眠问题 补充钙跟美就会好很多 那我刚开始接触是因为我怀孕的时候 怀孕到后期很容易脚抽筋 然后就真的就是我开始一补充下来 不只是怀孕的那个脚抽筋的状况好很多之外 然后也睡得更好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到处喝 所以呢像还有秋葵水 秋葵也是我比较少吃的食物 我就会觉得说嗯 透过这种方式补充茶太好了 还有这个绿元酸的那个咖啡绿茶 额茶素 然后这个发现茶呢也是 我的台大学长他的一个品牌 它里面用的都是基因冷茶 因为我要喝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就不会只喝好喝的东西 我会觉得说又好喝 然后又可以帮助到我身体健康 这才是我比较想要的选项 然后这边还会有很多鱼精 什么寻宝的寻楼鱼精 鸡精鱼精啊 方知的枝木鱼精啊 而且你看这个灵芝 你知道吗我自己买的四盒 而且Yuki超爱喝的 他每次说爸爸帮我打开 因为这个灵芝呢 它是会回甘的那种灵芝 像这个也是我有在团的 它是我们跟燕窝老板是同一家 然后它的这个活灵芝也是很厉害 因为我最近呢在写书 然后我常常熬夜就是两三点 这个月就是写书爆甘 我真的都靠这两个活灵芝去补充 最近真的因为快要出书了 还要麻烦大家多多支持 但是我的偶心力写之作 我好久没有上片真的是为了写那本书 然后像小朋友啊 小朋友如果说他是一般的感冒 不是那种很严重很不舒服的话 有时候我也会给他们喝这种就是 很像是电解值的冲泡饮 特别是他发烧的时候 有时候医生会说就是 烧到几度以上在吃退烧药 然后他还没有吃退烧药的时候 他食欲又不振又不吃 就很适合补充那种电解值的冲泡饮 他有点像是保矿粒水的 但是是for小朋友的 然后又加维他命C 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在里面 这也都是我定期有在传 大家也都很喜欢的 除了这些很像是保健品系列的 那因为我会在家里煮饭嘛 所以我也会有很多这种 养生的那种炖汤包 因为我自己体质我知道是比较偏寒的 所以我就蛮喜欢去跟一些材料 去炖我的一些养生包 因为现在秋冬了 然后又到了我非常喜欢的汤的季节 我们还有这个龟鹿胶 这个药价不肥 你知道这一颗要多少钱吗 一颗快要一千块 之前他是在我产后的时候 我有在补充有在喝 就觉得说那什么感觉 你有在喝你也很喜欢 打从脚底这样乱起来的感觉 对 补到骨头里面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像这些什么蜜香红茶 乌龙茶 这种就是疗愈的时候喝 所以你这样子 有没有觉得我用心良苦 大部分人家里是零食贵 或者什么疗愈贵 但我们家里都没有那些东西 这有一种药材的感觉的 保健食品的概念 我会不会前世今生是开中药房的 哈哈哈 但是是现代型的 欸我们家是不是要 变大一点啊 这个柜子感觉有点挤了 你以为只有这样子吗 这里面全部都是欸 哈哈哈 还有 还有杀鸡欸 还有橄榄油 还有这些 库存都在这里 库存都在这里 那边吃完就立刻补充 吃完之后这边就会补过 我大概最不健康的就是 中秋节的时候 会收到很多公关品 我们家所有会出现的饼干啊 或者是饼类的 全部都是人家送的 都不是我买的 月饼之类的 对然后我就再把它送人 哈哈哈 现在真的会觉得说 没有什么是比健康更重要 所以我自己每次在中秋节团购的时候 我都会说 大家真的要有健康的概念的话 就不要只送饼 而是我们送礼 不只是送心意 也是可以送健康 然后所以像我们这一次的开团的 一点生活发酵意 它其实我们送礼的时候 它就这样子这样带去 而且它也有礼合组 可以送到说 平常大家家里可能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你送给它 它喝了然后觉得很好喝 然后又帮助消化 然后又是健康的时候 它真的会把你记在心里 今天这一集呢 算是我有点像是集大成 但是因为讲得很快 就是先让大家有一个 快速的那个预览 虽然说大家可能 不会马上就变成 这样子的一个小金库 但是呢 我觉得透过一些书籍 或者是有在外面上课程的话 会更了解说怎么样去做到 防患未然的预防医学 那如果说你们对我的养生柜的哪一个产品 也特别有兴趣的话 可能我可以搜集一下大家的意见 或者是你们更想要了解什么 我就在下一集可以分享 讲得更深入一点吧 讲得更深入 不然这次就是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下就过了 我就觉得说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 所以呢 大家记得留言 下一支影片跟你们分享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的柜子一张 跟我们一样 真的吗 好想要看大家的养真柜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啦 拜拜 那今天也要来跟大家回购的是 我们已经介绍过非常多年的 点生活白种蔬果发酵液 登登 那这个发酵液 我在看我的影片的爱讲应该不陌生 因为我是从2020年就开始推荐这款发酵液 那当时为什么会接触到这款发酵液 是因为我怀第一胎大概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孕吐很严重 吃什么都会想吐了 就每天只吃一点点 我就觉得说完蛋了 那我小朋友怎么办 那时候就有人介绍这款发酵液了 然后我就发现说 里面竟然有百种以上的蔬菜水果 还有草本 它是发酵5年不加一滴水 滴滴精华 所以它里面像是有什么 我们平常比较常见的 蜗菊 高丽菜 凤梨 西瓜 也有一些我们平常比较摄取不到的 像是荆棘 甘蔗 白香果 黄芹菜 黄秋葵 龙须菜 然后我看到这个原料清单就觉得说 哇好像很营养 就是即使我可能食欲不振 吃不太下去 也可以透过喝的方式来补充营养 所以也是从这个契机开始 就推荐这款发酵液 然后我现在已经团购到第5年 回购至少10次以上了 也帮助到有很多肠胃不适 还有有孕期跟我一样孕吐困扰的妈妈 它的喝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平常倒一杯水 然后呢就直接把这个发酵液倒进去 搅一搅之后 就可以变成一个夏天的健康饮料 然后再加个冰块或者是用气泡水 就好喝到不行 那我还有另外一种很常吃的吃法 就是把它加到优格里面 优格比较酸嘛 那我有时候会加蜂蜜 有时候我就会直接加这个发酵液 这样配真的超搭 就直接把它淋在优格碗上面取代糖浆 就又健康然后又很好喝 我觉得它的口感里面甜跟酸的比例 大概是65%比35% 整体来是甜的 我觉得一个养生的东西 它除了本身的原材料很健康之外 它的口感也很重要 因为如果它太难喝的话 大家放在那边都不想喝 那就算再健康也是白忙一场 但是呢它这个就是又健康又好喝 那这次呢终于又到了我们最优惠的回购时间啦 它的一瓶原价是2000多 但是呢我们每一次团购呢 都可以让大家有最优惠 全网最低价的回购 我们一年就开两团 所以呢很多老朋友都会在我们团购时间 直接备好全家人需要的量直接买 那如果说你是新朋友还在观望的话 他们也都有像这样子的礼盒组 礼盒组的话呢 它里面就会是有这样 50ml的园艺小瓶装 这个呢不管是随身携带或者是肠胃道都很适合 那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个头部舒畅精油 然后里面的配方我也非常喜欢 那边有薄荷加柠檬精油跟薰衣草跟苦橙叶 像这样子呢把它滴两滴在手上 然后搓一搓搓热之后 进行一个休息 就很像我们一秒到18点呢 整个头部啊都直接都舒畅了起来 它的这配方呢是蛮适合我们放在办公桌前面 如果觉得整个状态有点闷闷 或者是头晕晕脑胀的那种感觉 用这个精油然后进行深呼吸 大概三下左右 你就会觉得说 哇那个薄荷的芬芳 像冲刺到脑门 然后整个身体都会觉得比较舒畅 清爽不少 所以如果说你们有需要的话 也都可以在这一次的时候 跟发酵液一起来回购 那我们每一次团购时间有限 不一定每次团购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资讯 所以如果你想要收到下一次回购的通知的话 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爱玲的日常官方号 那如果说你之前有买过的话 正要大力推荐加入我们的爱玲的养生幸福群 因为呢我们养生幸福群 除了会公告接下来两个月的团购资讯之外呢 还会每个月抽出十样以上的神秘好礼 还会不时有厂商加码 都是指给群组里面的大家 那因为现在诈骗很多 所以如果说要加入群组的话 一定要记得填写好审核问题 就是你的姓名 还有你之前买过的是什么品项 只要资讯有确认的话 就会审核大家进来啰 那感谢你们看到最后 那祝福我们都可以健康满满啦 你都分享你的书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我的几本书好了 时间的形状 还有AI人类演化未来报告书 大家对这些没兴趣 看这些干嘛 会让你更健康吗 常到健康真的是 就健康一半了 对啊我们每天早上都会来检讨一下 我们的大便健不健康 你怎么把这个说出来了 这种夫妻情趣 对吧